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是这项目的负责人 接下来的事情麻烦你自己解决 有问题的话可以去找张总 我们行政部很忙 老板 老板我们来了 两位姑娘 不是拿这么多的 这些啊都是我们发布会要用的东西 老板 你们东西做好了吗 做好了你们先坐下歇会儿 我马上拿来 好 谢谢老板 来 我们这边幸福 这次啊 幸亏你在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跟我给你特意什么样 那不是你 那么辛苦 每天不是下班的 就是给他们做搬运工 我还想着你进了顶峰之后能有多幸福呢 没想到那么幸福 还好啦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这个项目呢正好人手少 没办法 我能多做点就多做点呗 喂喂喂 顶峰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 你这么帮他们说话 我还觉得奇怪呢 哎 一个发布会 怎么会交给一个刚入职不到半年的心愿东来做呢 这不合常理啊 有什么不合常理的 我能力强呗 你能力强 你当我傻呀 一个发布会 要面对无数的媒体跟合作企业 一个发布会 就是顶峰的形象输出啊 那也不可能交给一个心愿工来做呀 不可能 林雨 你 你不会是被遣规则了吧 遣你个头啊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是 是什么 没什么 哎 好了 不提这个事了 哎 那个高想酒吧重新开业 你说我给他送什么礼物号啊 不要转硬话题啊 我认识你四年了 你什么样我不知道 刚才的事还没说完呢 我就觉得你最近奇奇怪怪的 肯定有事情瞒着我 我能什么事瞒着你啊 好啊 林雨 你变了 你有什么事情不跟我说 我有什么事情都告诉你 以后我不理你了 哎 好了 好了 不是想瞒着你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没事 你从哪儿开口都行 ao呀 没有什么事情 嗯 那根理 现在 有一 什么事情 优优责到你 那干什么 现在 您 脖子 把似乱 做事 做事 吃 老 那这么说的话 你就是顶峰董事长的亲爱的 小声点 被别人听见了 有什么大性小怪的 那这么说的话 你不就是超级富二代的吗 谁给中了500万彩票的干代地 顶峰哎 那这样的话 以后我就可以不上班了 关于天都项目的问题 有什么事 说吧 凌云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 今天你能来 我太开心了 小人 怎么说话呢 谁是小人呢 你是小人啊 大学四年咱们凌云过身上 你送过花吗 今天莫名其妙地买这么一束 怎么了 发财了 你走开行不行啊 我和凌云还有正事要谈呢 怎么 怕我拆砖你想赶我走是不是 我叫不走 我就在这盯着你 吹穿你 你 婷婷 你能不能进里边去坐着啊 你很讨厌 我 好了 韩晴平 是你今天说要跟我谈公事我才来的 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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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云 我们之间难道除了公事 就没有什么别的能说的了吗 我真的很后悔当时我们分手了 你那么善良 那么真诚 我当时真是头晕了 才能选择做出那种事 还不是因为葛芊荣他爸爸有钱呢 还不是因为他爸爸可以给你找工作呀 怎么 这么快就忘了 林云 所以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那个葛芊荣 成天无所事事 什么都不会做 我真的非常后悔 当时因为他选择和你分手 但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和他结婚的 我现在已经是地结的项目监理了 他爸爸已经管不了我 而且我现在 可以努力着一步一步往上爬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相信我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哎呦 韩启明 你这是要谢莫杀侣呀你 没想到你这么忘了 弄得我现在都有点开始同情葛芊荣了 他怎么就贪上你这么个东西 白挺跳 你够了没有啊你 是你够了 韩启明 听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说的 没错 是葛芊荣汝伤害了我 我可以恨他骂他 但是你没有资格这么说 我原本以为你跟我分手 是因为迫于生活迫于无奈 我现在才知道 你根本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对对对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但你相信我 只要你答应我重新给我开始 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好吗 我们俩已经没有可能了 以后要来公事的话 直接来顶峰找我 我不会在私下见你 给你们走 凌云 凌云 放手 凌云 放手 凌云 凌云 看你们 凌云 你有病吗 白蜜蜜蜜 我看你没清醒 帮你再清醒清醒啊 如果你要觉得不够的话 我还可以这样拿一桶水来呢 你 干吗 你想打人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韩起门了啊 你以后不要总想要在背后算钱 小心聪明反备 聪明误 你最好跟你们家那个葛芊荣 乖乖躲家里别出来 以后呢 你什么都没有你的份 拜拜 咱们走着瞧 以前我能搞定成年 以后也一样可以 谁呢 恶起 好意 烤鱼 明月 给你的 哦 这是什么 哦 刚去找副总签字 他让我带给你的 说是让你存到的合同副本 好的 喂 您好 程凌云 你现在有人找 我这就下去 你们做的效率怎么这么差 这都多久了 赶快帮我催一下 葛锦若 你疯了吗 程凌云 我真不知道你这么不要脸 你做什么不好 偏要做你的第三者 什么第三者 你还不承认 你说 这照片怎么回事 我不想解释也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麻烦你回去问一下你们家韩启明 查阻别人感情当第三者 只有你葛倩如会做 我程凌云永远不会 你 刚才那巴掌 是我们大学四年间没感情的一个了结 以后你想打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请你告诉我韩启明 让他以后别再来犯我 你也一样 否则 我一定会报警 保安 程凌云 你什么意思啊 你叫保安什么意思啊 让他离开 你 程凌云 你给我站住 程凌云 你给我说清楚 放开我 程凌云的第三者 这像话嘛 陈小姐 你自己愿意当第三者是你自己的事情 请你不要影响我们公司好吗 你自己不要名声 但是我们顶红公司可是个大公司 绝对不能有损害公司名誉的事情出现 凌云 事情还没弄清楚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凌云呢 人家老婆都弄到公司来了 还能是怎么样 凌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里是公司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 更何况员工都看到了 小汉 这次这个事情呢 一定要严加处理 凌云 你可不能互端 李李 少说几句行不行啊 张总说得对 公司有公司的制度 我会去写一份检讨 对于我个人的私事 影响到公司的行为 我很抱歉 丁云 四等 张总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我会去写检讨了 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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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可告诉你 凌云就算是犯了天大的错误 说到天边 她也是我思潇汉的女儿 这一点 请你弄清楚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找你 你现在在哪里 你现在在哪里 你接受到我